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进行商业插画的第十讲 这一集我们在讲它的造型 人物的,尤其是插画里面对人物的造型可能会研究的比较深入一些 咱们的插画里面关于人的这样的表现肯定也会更多一些 首先咱们要对它的人体比例,人体重心或者人体结构 还是它的肌肉啊,骨骼啊,进行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大家通过这些能够有所了解 然后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够特别的注意 或者是更加深入的去探求一下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人体结构比例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 就是人的这个身高跟他的一个头的关系 一般成人,这是咱们经常见到成人的他的比例 一般就是七个半到八个头这样的一个关系 或者稍微矮一点,一般都是在这个比例结构中 小孩比如说这一岁的是吧 他最小了也得是在四个头 然后三岁的小孩是五个头 然后五岁的小孩就到六个头 十岁的小孩到七个头 这一般就是咱们通过他的头的比例 跟他身材的比例 这样大概就能在日常的插画创作过程中 能够把他的年龄是吧 能够凸显一下 或者是比较明确的去规范他 像比如说这样几种小婴儿 你如果画的特别高是吧 那基本就是他不符合这种科学的这种度量 而且咱们就是题外话说一下 今天不是康康吗 就那个猴子 春晚的吉祥物 他说他是九头身 如果九头身的话 就等于说头在这个地方 然后身子在这个地方 是吧 那太难看了 所以说这个特别的不严谨 咱们以后要进行这个特别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观察 然后就是他的正面侧面 这个比例应该从哪里算呢 头就是从头顶到下巴 下巴到乳头 乳头到肚脐 肚脐到这个屁股 到这个屁股跟儿上 然后到大腿跟儿上 然后到这个腿的中部 然后到膝盖的下部 然后到小腿的下部 然后到这个后脚跟儿 这个就是这个人体 他的说八个头是吧 他具体的一些位置 他的在哪里分水领 所以说咱们在创作的过程中 就是这个 他的位置一定要搞明白 是吧 你不能把其中的位置 就是画太高上 或者画太高下 对吧 这样都会导致这个比例失衡 然后咱们说一下站姿 对吧 然后现在就是比如说蹲下 一般都是四个头 然后坐下一般都六个头 所以说咱们在画一些 或者是工装的时候 对吧 这个这个桌子 它的这个高度和椅子的高度 对一个全部都是能够测量出来的 比如到这儿 是吧 两个头的距离 或者是这个是三个半 三个多一点头的距离 是吧 这样都可以算出来 这个是很 就是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咱们的这个实际的插画创作过程中 它的比例会根据整个的一个创作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的一个人物状态 对吧 然后这是滑稽型的 就稍微大头是吧 一看就比较可乐一点 然后这个是 这个吉祥物 吉祥物一般都是一个半头可能就够了 这个又是做成比较可爱的形状 这个就是比较卡通的 日本动漫啊 这个都比较用得多一些 就比较可爱一点 它一般就是两个头可能就是够了 然后包括这个 这种就是咱们这边比较酷一点 是吧 稍微头大一点 这样感觉看上去就是特别的耐看 但是一般像这种比例都是在现实中没有的 都是进行一路在创作 所以说在创作过程中也和可以适当的依据这样的一个 就是比较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节奏 是吧 进行适当的这样的调整 在整个的这个人体结构中 男女是差距比较大的 首先是女生就是上手臂跟大腿 包括小腿 然后跟臀部都比较大一些 然后在男生里面可能头脖子 是吧 小臂 然后跟这个背部可能会宽一些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性别特征 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然后说起之前的这个整个的比例 咱们就说一下接下来的动势 人体动势 首先这个是他画这个胯骨肩部 这个是上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包括他的一个垂直线 它是一个重心 重心的比例 是吧 然后这个是上驱赶 这个是整个的胯骨 胯骨 这个就是人体的三部分 头 驱赶 胯骨 然后所有的这些包括胳膊是吧 然后他的腿都是其中这三部分里面的一个附加的地方 首先咱们说一下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的动态 是吧 肩部的横线跟这个跟这个上驱赶 他肯定都是平行的 无论怎么扭 他都是平行的 但胯骨的地方 他就会和这个肩部形成一形成适当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的焦点是吧 或者他的不是平行的 平行就属于这种站直的 如果有动态的话 他的整个这部分都会产生适当的这样的运动 才会显得人比较有动感一点 但是他的中轴线全部都是在中间 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的上驱赶都是平行的 然后跨骨和它是要一定角度这样的话 包括头部是吧 都可以进行适当的这样一个角度调整 这样可以有不同的动态 他的重心一般可以固定在这个堵齐的地方 然后你无论怎么动是吧 无论怎么动 他这个地方是动不了的 如果你把他动太厉害的话 他就是整个就是不会是有一定重心了 他可能就会倒在那 或者像杂技一样是吧 一种感觉不可思议的一种一种动态 接下来就是说一下 如果是咱们要画这个动态的话 应该从哪里揍手 是咱们可以把身体的各个部分是吧 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正方体或者长方体是吧 它都会有几个面 然后是上面侧面跟底面这些面 然后通过这些面 然后咱们把它进行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这个动视是吧 它是从仰视角度 可能是它从从下往上看的 所以说脖子这比方看到 它不会看到头顶 是吧 侧面 身体侧面 腿的侧面 对吧 这样的就可以看到它还是比较力气的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角度也是 它是平视的 所以说它可能会看到头顶的一部分 然后它的那个侧面 对吧 身体的侧面 腿的侧面 这样的话 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已经很立体了 接下来就是只不过是丰富细节嘛 把它胳膊的结构 画 画准确了 添上衣服 是吧 这样的 所以说咱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凑制关系 它画得对了 然后这些书都是我通过这边 自己从国外买的一些解剖书上 扫调下来的 那么这一件就是再买不到 绝大了 包括咱们接下来就是比较细的 是吧 就说一下头像的结构 这个可能就需要说多一些了 它头像的能够分个骨 骨头是吧 它比较多 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像比如说这个是头顶 这涅骨点 是吧 眉骨 它的全骨 是吧 它的下颗骨 这些地方 所以说这些骨点 就是相当于咱们之后画素描 或者什么 比较突出的地方 咱们之后会举例是吧 这个头也是放在一个立方体里面 今天透视 透视关系 包括一些肌肉 肌肉就是附着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脸部结构上 比如说 是吧 比如说这个全骨地方 你就是怎么肌肉怎么附着 它都会有全骨这个地方 是吧 下颗骨的地方都会有 所以说这个研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骨头 基本就是原具体的结构 所有都在这个骨头肌肉上面 你看这个肌肉它数着在上面 脸部就会呈现不同的状态 所以说在咱们这节课肯定是比较粗的 跟大家介绍 我们在课后 要详细的去了解这个人体的头部肌肉 骨头啊骨壳这些的一些具体的知识 包括表情都是通过肌肉的变化 进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包括这样的是吧 你的肌肉怎么动 它不会呈现不同的这样的表情 就是说在日后的这样的一个 人物创作过程中 就是通过他的这样的骨头不会动 它是不会在肌肉在不停的进行变化 包括这个头像的结构 是吧 从俯视 这个仰视 这个是 然后通过这个侧面 对吧 进行这样一个 这个主要是来表现 他的那个耳朵跟眼睛形成这么一个弧弦 对吧 你耳朵如果这样的看的话 他的耳朵就会偏下眼 如果这样看的话 他的耳朵就在上面 这个都是一些小细节 包括这些动视 就需要咱们在日后 或者去研究一下 然后现在是 关于他的一些 就是一些插画 是吧 所有这些光影 都是在这些解构上 就是脸啊 嘴的肌肉啊 是吧 侧面脸骨啊 包括那个额头的地方 是吧 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波构造 然后包括他也是 整个都是在光影的情况下 通过脸部的肌肉跟骨骼 是吧 进行上面的甜色 是吧 深色浅色 这样来表现出来 这个头不是立体的 如果你没有把结构搞准的话 像这些抽象 你都是画不出来的 结构不在 你的颜色不在结构点上 画不来的东西就特别轻浮 包括这些就是 不会那么写实的 是吧 来表现 像一个头部的脸部 是吧 这样也有关系 包括你可以把它画成超写实 对吧 这样就对它的整个的结构 会更了解一些 所以说画这种东西 一定要多发速写 对这个光度特别大 包括你把它可以抽象成 这种小人卡通人物 对吧 但是因为再怎么抽象 它都会有下巴 下和骨的地方 反正说跟脸的关系 比骨 是吧 这些一定要 都是会有的 包括你画一些 比较比较好的卡通形象 是吧 包括脸部的这样的一个 透视关系 它这么扬起来 包括你眼睛跟耳朵的位置 包括它的整个的面目神态 是吧 都是跟骨 骨 进行很强的这种强连接 所以说咱们在接下来的里面 一定要把它搞得特别明确一些 咱们现在这个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入门 让大家了解有哪些东西 在这个现有的记录上 大家在进行不同的填充 进行深入的学习 好 咱们这节课就结束了 再见大家的明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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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